歡迎收看《全力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特別報道》 我是小雪 國江外健委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 昨天一天 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報告新增確診病例2009例 其中湖北1843例 新增疑似病例1918例 其中湖北1036例 截止到今天的零點 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現有確診病例57416例 其中重症病例11272例 現有的疑似病例是8228例 上海方面從今天的零點到12點 無新增的確診病例 這也是上海第三次 在12小時的通報當中 沒有出現新增病例 截至到今天的中午12點 上海累計發現了確診病例是328例 那麼在今天的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 在中午12時新聞發布會上 國家衛健委表示 截至到2月15日的24點 湖北和全國其他省份重症病例 佔到確診病例的比例 均明顯地下降 全國各地的疫情防控效果 已經顯現 數據顯示 2月15號當天 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新增重症病例219例 這也是最近一周來 除了2月12號外的最低點 根據國家衛健委的數據 在重症病例佔確診病例的比例上 武漢 湖北其他城市 以及全國其他省份 相比於此前的高點都有明顯下降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昨天全國湖北地區以外 新增確診病例166例 已連續12天下降 而湖北省的新增確診病例 在過去4天裡 也出現了持續大幅下降 目前湖北省的疫情防控 已經進入到了最吃勁的關鍵期 為了有效地遏制疫情的擴散 湖北省人民政府在今天發布了 強化疫情防控的通告 宣布對於城鄉所有的村組 社區 小區 居民點 實行24小時最嚴格的封閉式管理 嚴管住戶外出 藥品和必需的生活物品等等 可以採取集中的採購配送 等等方式進行 而除了抗疫的車輛 公共交通 醫護人員用車 以及某些特種車輛之外 其他的車輛一律禁止通行 在強化重點區域管理方面 所有的非必需的公共場所一律關閉 一切群眾聚集性的活動一律停止 對於出現確診 含臨床診斷病例的社區 居民點 工作場所等等基層單元 堅決實行14天封閉式的硬隔離 那相關的話題 我們在上海演播室請到的是 上海市感染性疾病科 臨床治療控制中心的主任 上海交通大協醫學院 附屬瑞金醫院感染科的主任 謝青 歡迎謝主任 那同時我們還會電話連線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教授 胡善聯 那首先還是要先問到 在演播室的謝主任 謝主任您看剛才我們說到了 從昨天從湖北到全國 我們看到了重症病例 占到確診病例 這個比例大幅的下降 這個下降怎麼看 其實全國的疫情看湖北 湖北看武漢 那麼從疫情的數據來看 在重症的病例數 在全國的各個省市 占的總的比例是在下降 這是好的一個趨勢 那麼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因為2月5號國家衛健委出版了 第五版的診療方案 針對湖北省市 那麼確定了一個臨床診斷的病例診斷 這個臨床病例的診斷 其實是非常重要 因為臨床病例診斷的確立 其實讓這些湖北地區的人群 可以得到及時的治療 及時治療以後 它的像重症化的比例就可以減少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湖北 以及全國地區 特別是湖北地區 那麼及早的治療以後 重症的比例就明顯的減少 所以關鍵是看早期治療的 黃金72小時 所以也看得出來 前期我們進行的工作防控是有利的 另外我們還注意到一個數字 那麼除了湖北之外 全國的確診的病例數 出現了12連降 今天我們還注意到 雷神山醫院的院長 他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他說現在可能真正的 這個疫情的拐點馬上要來了 您怎麼看 我基本同意黃院長的判斷 因為確實從我們 幾個疫情的走勢來看 那麼全國的確診病例數有兩個指標 一個是每天的新增的病例數 就是自確診的 還有是累計的確診病例數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從疫情的走勢來看 確實這幾天還是往好的地方去走 所以我們還是要堅持 這個防控的一個策略 但是我們還要看到一點 因為隨著反攻 返程和復工的人口流動的增加以後 那麼這個情況我們還是要加強 所以基本上我同意黃院長的觀點 但是復工和返程的這樣一個情況下 人口流動 我們還是要加強對這個人群的管理 特別是有些看到一些漏疹的新冠的病人 或者是處於一個潛伏期 還沒有發病的人群 通過的這些人群 我們盡早的去管控 這樣的話可以堅持 我們鞏固他的一個成果 趨勢是好的人挑戰還是在 對 這方面我也要請教一下線上的胡教授 胡教授 胡教授 我們從這個傳染病學的這個角度來說 要滿足什麼樣的條件 我們才可以說拐點來了 這個從疾病的流行的缺陷來講 這個拐點就是車反的一個點 車反的一個點 它可以從高峰下降的時候的一個點 也可以從低水平 假定說二次再爆發流行的話 上升的時候那個點的拐點的也是的 所以它可上往下 也可以從下往上 那麼一般講這個 目前這個所報告的這個新增的 這個確診病例呢在減少 但是從今天報告還有2009例 我想可以從四個方面條件來看 第一個呢 看一下這個累計的確診病例數啊 它每天的款比的增長率是多少 像今天的話呢是3% 就是比區域 比昨天增長了3% 所以這個假定說趨向於0的話 那就說明是可能到達拐點了 第二就是看新增 確診的病例數是不是下降 那麼現在還有2000多 能夠下降到個位數的時候 那應該是拐點來到了 第三點的話就是看疑似病例 在累計確診病例中間的比例是多少 那麼現在的話還是有百分之十幾 能夠下降到5%或者以下就更好了 最後一點呢就是疑似病人 這個他的數字 我們現在還有2000多 假定說能夠降降到兩位數或者以下的話 那就說明大概我們已經到達高峰了 所以兩位都是通過數據分析 基本上看好這個拐點即將到來 但另外我們也想請教您 在這個疫情數字出現了向好的趨勢的同時 我們也看到了湖北各地的這個管控措施 在層層加碼 你比如說今天又宣布了城鄉全部的村組和社區 要全部封閉式的管理的舉措 那為什麼到了這個階段反而還是越來越緊呢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武漢呢 這個是全國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的發源地 它是重重之重 越清角度來講 所以我們就講武漢勝 湖北勝 湖北勝 這是全國勝 所以現在是病例數在減少新增的 但不等於這個傳播已經停止了 我們假如看一下那個湖北省確診病例數字來講的話 他們已經是五萬六千多 病例中間70%是在武漢市 孝港跟黃岡大概各佔5% 錦州 隨州各佔2.5% 所以這五個地區加起來 佔整個湖北的85% 其他地區的話大概只佔了15% 所以說明越清還是比較輕的 那麼現在縣鄉村組來進行封閉式的管理呢 其實是打好那個社區的主階站 聯防聯控 那麼鞏固已經取得的這個承接 防止這個死灰復燃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呢 我想目前的話 還是屬於更進一步的 能夠把那個封閉式的管理做好的話 那我想這個疫情就可以很好的控制 同時防止這個蔓延到其他的一些死去 好的 謝謝胡教授的分析 所以湖北的這個疫情防控 還是重中之重 所以仍然要嚴之又嚴 而對於新冠肺炎的病例的研究 今天又有了新的突破 在國家法律政策的許可下 並且徵得了患者家屬的同意 今天全國第一例和第二例 新冠肺炎逝者患者的遺體解剖 先後在武漢的金銀潭醫院完成 並且成功地拿到了新冠肺炎的病例 目前兩具解剖的病例已經送檢 那有關這個消息 我們馬上要連線的就是 相關的病例解剖實施的團隊成員 上海第一批原武漢醫療隊的領隊 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副院長鄭君華 鄭院長您好 您好 媒體用突破來形容這一次的解剖 那麼遺體解剖獲得的病例 對於我們的研究 包括我們救治方面 它能夠提供怎樣的幫助 我們從醫學上來說的話 尸體解剖 特別是病例的診断 是我們的最高的法官 目前應該新冠病毒肺炎的 是一個新型的疾病 我們在逐漸的認識它 那麼對於一些危重病人的救治過程中 還存在一些困惑 我們也在積極的努力過程中 那麼對於我們 思解病人的意義在於 我們了解這個疾病的發生 發展的一些過程 對它的一些病例改變 有一定的明確 能夠使我們更加的了解 疾病的過程 以對我們今後的治療 產生更多的支持作用 如果說我們CT診斷的話 有毛玻璃的改變 事實上我們應該明確 這毛玻璃的改變 是水腫 感染 纤維化等因素引起的 還是其他因素引起的 裡面僅认的是中心的細胞 淋巴細胞 還是其他的一些細胞 這個對我們進一步的診断 治療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它能夠讓我們更加深入的去了解 那麼在眼下救治工作仍然非常緊張 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來進行這樣的解剖 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最大的難點是什麼 這個方面應該涉及到四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要得到相關部門的批准 第二 我們要進行 跟不幸死亡的患者家屬進行溝通 取得知情同意權 第三個 我們要具備一定的場所 來進行屍體解剖 特別是要做人員的防護 和刺身生物的損傷方面的一些防護問題 第四個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必須要有一個結佳的團隊 配合目的團隊來做相關的一些工作 好的 非常感謝鄭院長 給我們帶來的詳細的解讀 您辛苦 那同時我們在這兒也要向兩名 逝去的患者表達哀思 向患者的家屬表示感謝 再來看今天中午針對網傳的 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研究生黃燕玲 是新冠肺炎0號病人的說法 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 在官網發布了公告闢謠 公告說黃燕玲是該所 2015屆碩士畢業生 在學期間的研究內容為試菌體 裂解酶的功能以及抗菌廣譜性 畢業之後黃燕玲一直在其他的省份工作生活 未曾回到武漢 也未曾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身體健康 武漢病毒所還表示相關的謠言 極大地干擾了該所的科研公關工作 將會保留依法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 那麼有媒體報導說 黃燕玲目前在四川的一家生物公司工作 其所在部門的負責人表示 她現在是正常上下班 身體沒有任何狀況 所謂的0號病人 指的就是第一個患有某種傳染病 並且開始散播病毒的人 在流行病的調查當中 通常被叫做是首發病例 好 這方面我們要繼續請出 演播室的謝主任跟我們解讀一下 謝主任 0號病人在醫學上 找到這個0號病人 它究竟有怎樣的意義 那其實對我們傳染病來說 剛才就像你說的 0號病人實際上就是第一個發病的 而且是把這個病毒傳給其他人的這個人 那麼對於我們流行病學來說 0號病人也就是首發病人 那麼這個首發病人的確認 對我們傳染病的發生發病 以及它在傳播過程當中 尤其是對新發傳染病的認知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能夠確認是一個0號的病人 或者首發病人 對我們傳染病學的了解是非常重要 但有的時候首發病人 或者0號病人還是比較難找到的 難度主要在哪兒 因為你在感染以後 它的發病的時間是一個首發的一個發病 那麼但是你這個病人 他可能是在很多的人群當中 你不一定能找得到首發的病人 當然能夠找到那是最好 另外還要請教您 那就是有關這個病毒傳播的途徑方面 那這些天其實大家也特別的關心 那我們來看一下武漢人民醫院方面 是做出了一個最新的研究 67例確診或者是疑似的 這個新冠肺炎的病例當中 新冠肺炎患者的眼睫膜的囊中 它是可以檢測到新冠病毒的 而這些患者大多都是醫護人員 尤其是女性的戶數 但是臨床分析的數據 是不支持病毒通過睫膜的途徑來傳播的 謝主任怎麼來看剛才這段表述 主義方面就是說在患者的眼睫膜 這個囊中發現有病毒存在 但是又說臨床病例 並不能夠支持說 睫膜傳播這個途徑就是確認的 怎麼理解 首先一點如果是一個病人的話 那麼當你感染這個病毒以後 病毒進入到體內 它可以隨著血液 進入到全身的各個部位 所以如果是病人的話 那麼它這個病毒 可以把像某一個器官 譬如說這個新冠病毒 它針對肺部它可以發病 但是它也可以在其他的體液 包括類液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分泌物當中 或者是眼睫膜囊當中 也可以測到這個病毒 這是我覺得在很多傳染病裡面 都會見到的常見的一個現象 那麼這個是不是可以通過 眼睫膜的傳播 那其實呢 我覺得可能還要看以下這個情況 第一件事情呢 這個如果你是眼睫膜 會有炎症的時候 當你在接觸這些病人 或者包括護理啊 治療啊 在做給病人做一些 治療操作的時候 它的一些體液 限到這個你有發炎的 節膜當中的時候 它就會容易被感染 所以我們非常強調 醫護人員或者是在接觸這些病的時候 一定是要戴上護膜鏡 所以剛才也說到了 是醫護人員 其實結膜當中存在這個病毒的量比較大 那普通人需不需要特別注意 眼部這方面的防護 那我覺得是一般的人員 是不需要戴護膜鏡的 我們強調的主要是在接觸這些病人 在操作的時候要戴好護膜鏡 但是手還是不能夠隨便去揉自己的眼睛 對的 好的 謝謝 稍後我們再帶來更多解讀 剛剛過去的一周 復工成為了疫情防控之外 各地面臨的又一道考題 如何防控疫情的同時 來支持企業的復工復產 那麼從昨天的下午開始 上海針對護牌的貨車 發放了長三角的貨車通行證 這張通行證 企業和從業人員無需現場提交材料 每次出發前 申請人可直接在支付寶中填寫司機 和隨車人員信息 體溫等信息 不再採取對這個後台的這個審核的這樣一個程序 更多的是藉助於一個信用的管理 也是對這個填報人的自身的信用 和我們這個交通管理上的這個信用 來進行這個認定 證件自動生成後 貨車可以在長三角區域內便捷通行 執政貨運從業人員返回上海後 也無需再次隔離14天 交通管理部門提醒 執政人員仍應遵守當地的防疫規定 接受測溫等相關工作 從昨天下午開放辦理以來 截至今天中午12點 已有10,425張成功辦理 其中危險品運輸證480張 到今天全國範圍內的復工已滿一周 那麼各地的復工的情況怎麼樣呢 我們來看一組數據 從大數據來看的話 快遞和外賣的行業成為了復工的先行者 截至到13日 全國的外賣和快遞行業復工超過了200萬人 復工的比例達到了6成以上 而醫用物資生產企業 為了跟疫情賽跑也是大面積的復工 這當中呢 防護服務等身體防護類的企業比例最高 其次呢就是口罩企業 隨後則是生產護目鏡等等面罩類的企業 總體的反港率達到45%以上 此外就是通過對全國的用電量的分析 山東 上海 江蘇 廣東 遼寧等省份 近日都是有大幅的增長 從用電量的測算到14日 廣東呢已經有超過60%的企業復工 浙江企業的復工水平已經接近三成 還有更多的企業呢 則是採取了雲復工 那麼據估算 疫情期間有55%的企業 採取了在家辦公的方式 那與關這個話題 我們馬上要連線的是 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 副理事長馮奎先生 當然同時演播室的馮主 謝主任也會繼續參與 我們的一個討論 首先要問到的是馮先生 馮先生您怎麼判斷 這次的疫情對經濟的一個影響 我們需要做什麼去對沖這個影響 那我覺得現在是要高度重視短時間之內 對於產業鏈的衝擊 因為這一次疫情的總體影響 我覺得是短期的 但是在最近三個月之內 很多的中小企業都面臨著資金鏈斷裂的問題 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就是現在各個地方在復工的過程當中 由於存在著各個地方政策不統一 區域的封鎖分割等等造成了產業鏈在一定程度上有斷裂的這種危險 因此我覺得這一點要特別重視 那麼就這樣的一些問題 當前要進一步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這個方面我覺得有幾點要特別的重視 就是有些政策應該是應急性的 在這三個月之內就應該有立改見影的效果 還有要針對產業鏈的修復多做工作 並且也要發揮企業家發揮行業組織的作用 另外我想這個應急救援的性質要和未來供給策的改革相一致 這樣我們短期的政策才能具有更長期的效果 冯先生您剛才說要提高這個針對性 您看比如說我們現在來看 復工主要是以製造業為主的 那麼對於像零售 旅遊 餐飲等等服務業來說 衝擊還是很大 那您認為從地方政府到企業自身 能夠做一些什麼來共渡現在的這個難關呢 那我覺得很重要的是要發揮好企業和行業協會 在這個復工當中的作用 特別是要這個推動的互幫互助 產業鏈的合作呢 非常重要的體現在同一條產業鏈上面 企業之間的合作 比方說現在像這個餐飲行業 那麼線上企業和線下企業 他們就結成了這個幫扶的對子 還有呢不同區域之間 比方說這個供應和需求方之間的合作 我覺得也非常的重要 那麼在當前這種情況下呢 也要充分發揮企業員工的作用 那麼這點上說主要就是要穩港就業 這是當務至極 那只有把員工的經濟調動起來和企業家和企業呢 共渡難關 我想呢我們的經濟呢才有這樣一個堅實的基礎 才能夠呢在未來有巨大的這樣一個生存伏展的空間 這方面我也要請教一下我們在演模室的謝主任 謝主任您看啊剛才我們也說到了 其實之前呢大家對於這個復工潮的來臨的時候 大家還是有一定顧慮的 我們來看上海的話 那上海從周一開始復工 起初大家有顧慮 但是後來我們看到的數字就是 並沒有上升 而且是三次12小時無新增病例這樣一個增長 那麼您認為啊我們在面臨復工潮 反承潮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究竟最關鍵是要做好什麼 才能做好這個防疫 我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 對這段時間反承和復工的這個情況 那麼制定了很多的防控的策略 而且是落實到位 這是全方位的管控 那麼包括從道口 機場 還有是地鐵等公共交通地方嚴格把控 還有一個呢是對社區全員動員 加強宣傳 對外來人口的人員的登記 測量體溫 另外還有對人群聚集的地方 進行嚴格的管控 包括測量體溫戴口罩 所以這些措施其實多是對我們 在上海復工返程期間 對疫情的控制是帶來很大的獲益的 所以也是這些天我們一直說 是聯防聯控的人民戰爭 要全員來防控 另外還要再請教一下在線上的冯先生 冯先生您看對於恢復整個社會的經濟的秩序 和疫情的防控之間怎麼樣來平衡 其實也是要考慮的一個問題 那日前呢中央的政治局常務會上 他就提出說要以分區分級 來精準防控為抓手做好統籌啊 您怎麼樣理解這個分區分級 那這個差異化的防控應該怎麼樣去把握 那我首先覺得呢這個要分清楚呢 湖北的防控疫情和其他的地方呢 是不一樣的 其次呢要特別重視現在 城市群區域的這個聯防聯控 現在的疫情呢和2003年的SARS有所不同的是呢 當前國家的人口 百分之六七十是集中在大城市 集中在城市群這樣一個區域 隨著春節後反攻 反港的這個高潮到來啊 城市群地區的壓力呢 會非常的大 特別是在京津季 長三角 這個粵港澳湾區等等呢 我想面臨了很大的這個壓力 因此呢在城市群地區呢 推進聯防聯控 不僅有利於防控疫情 而且城市群也是經濟人口 這個密集的地方 也有利於呢 產業鏈的復甦 那未來我覺得呢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是呢 隨著我們分級調控的落實 應該防止呢這種恐慌的情緒 過度的蔓延 比方說剛才您這邊的信息 就談到了現在像一些地方呢 實際上這個新增的這個病例已經開始減少 好 那剛才您說到了 您說到就是要我們要分區分級來進行 尤其是也說到了 剛才馮教授也說到了一點 他說像上海是處於一個城市群裡面 所以接下來可能壓力還更大一點 這一點我們從具體的防控上來說 應該怎麼樣來理解它 實際上我覺得是在上海來說 因為上海春節過後 返程和復工的現象 可能會進入一個高潮 實際上剛才我提到的 實際上是世衛市政府 已經是採取了很多的策略 包括想錯峰的上班 還有是有些單位可能是錯峰的復工 另外我覺得是社區對外來人員的登記 還有一個是到聚集人群比較多的地方 嚴格把控 包括是涼體溫戴口罩 其實這些都是分區分級來進行管控 所以對我們在復工的期間 疫情的控制 其實我覺得也是有很大幫助的 好的 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主任帶來的分析 我們再來關注一下全球的疫情 今天日本厚生勞動省確認 停靠在日本橫濱的 鑽石公主號郵輪上 新增了70名新冠肺炎的確診病例 從3號停靠橫濱以來 該郵輪確診的總數 已經達到355例 感染者已經被緊急地送往了 相關的醫療機構 厚生勞動省曾經指示 船內剩餘的3000多人 在19號觀察期結束之前 必須要原地待命 但是隨後呢 船上部分人群 病毒檢測當中是成因性 那麼這些人呢 他可以選擇 前往政府指定的設施 繼續隔離 而隨著確診人數的不斷增加 即美國政府宣布 將包機撤離船上 約400名美濟公民之後 香港特區政府和加拿大的政府 也宣布類似的措施 其實不僅是鑽石公主號的 確診病例增加迅猛 那麼日本國內的疫情呢 也是有加速蔓延的一個趨勢 今天呢 日本東京又新增了4名 新冠肺炎的感染的病例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日本政府召開的首次專家會議 就防疫工作展開了討論 相關的情況 我們來聽聽東方衛視記者送看看 稍早前從東京發回的報導 今天傍晚 日本政府的新型冠狀病毒對策本部 召開了首次和專家的集體會議 以國立感染症研究所為主的12名專家 出席了會議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會議中強調 要以專家意見為基礎 做好後續防疫工作的準備 因為是首次集體會議 主要以分析為主 具體細節還有帶落實 會議討論的內容只要針對目前日本民眾 憂慮自己是否被感染 請專家協助制定一個標準 幫助人們了解自己是否應當去就醫 是否應當及時就醫 標準明確後 對控制疫情和有效利用醫療資源 都能起到積極的作用 雖然日本政府高度重視疫情管控 但是具體實施難度很大 首先病毒檢測最短需要6個小時 試劑數量也不夠 日本緊急進口了1萬套試劑 主要適用於公主號以及近期回國的日本人 無法覆蓋需求是現實狀況 所以通過電話諮詢筛選日本國內的疑似感染者 是日本目前採取的唯一方法 第二日本是個多災的國家 民眾也是酒精考驗 所以並不會因為有被傳染的可能性 就輕易放棄原定計劃 像今天日本九州熊本市還舉行了熊本城2020馬拉松 有14000人參加 民眾的危機意識還有待提高 好 以上就是這節報道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再見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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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